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19号抵达沙特首都利亚德 身边的美女保镖确实是萨爽英姿很漂亮 但是刚来就出事了 2月20号沙特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上校证实 野门胡塞武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袭击了1100公里外的沙特西部红海沿岸的岩部市 企图袭击当地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油田和市区目标 但是这一次沙特军队反应非常迅速 快速发射爱国者导弹进行拦截 成功拦截三枚来袭弹道导弹 这次反应迅速的主要原因是 美军直接在指挥防空系统 CNN新闻1月17号报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 沙特政府已于2019年12月 向美国支付了约5亿美元的军费 以支付美军驻扎在沙特的费用 美军在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导弹系统 和四套哨兵雷达 哨兵雷达是美军性能最可靠的雷达系统之一 其性能适用于多种任务类型 可自动探测 跟踪和报告空中威胁目标 包括飞机 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 随后 在2019年11月 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要求 美防长埃斯伯批准向沙特增派美军和装备 包括两个战斗机中队 一支空军远征联队 两套爱国者导弹系统 和一套萨德反导系统 经过两次增兵 美军在沙特已经增加了三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一套萨德防空反导系统 四套预警雷达 还有两个战斗机中队为主力的防空力量 因此这一次 野门胡塞武装发射导弹 袭击沙特纵身高价值目标遭到失败 沙特联军表示 导弹是在凌晨12点30分发射的 但是已经对来袭导弹进行了拦截 同时沙特联军指挥部表示 沙特阿联酋在遭遇胡塞方面发射弹道导弹 无人机和遥控爆炸船袭击时 表现得极为谨慎和自我克制 实际上 就是表示 如果野门胡塞武装再次发动导弹袭击 沙特联军空军力量将会进行反击 沙特为什么有那么多七星级酒店 还有世界第一高楼 沙特富豪为什么可以拿老虎狮子当宠物 还不是因为坐拥世界最丰富的资源 所以有钱就能任性 美国曾白送给沙特F86战斗机 沙特空军最后却发现没有合格的飞行员去开 只好高架雇佣美国和巴基斯坦的飞行员来开 现在沙特也雇佣了大批美国地勤人员 维护保障沙特战机 否则沙特联军拿什么这几年在野门飞行20万架次 美国这一次增强了沙特的防空能力 同时美国海军加强了对野门海岸线的封锁 近期就扣押了一艘正在驶向野门的伊朗导弹运输船 沙特就能集中精力对野门湖在武装发动空中打击